今晚能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高考成绩出来了 真正的关心大多是沉默的 下面呢我们就一同地来分享 这两天各省的高考成绩逐渐公布了 几百万考生迎来了命运的分水岭 有人说高考是寒门子弟命中唯一的锦里 跳过了龙门就逆天改命 可是清北复交的录取率就那么点 能够金棒提名的永远是少数 对大多数人来说高考和生活一样 失落与委屈才是常态 所以如果你是考生 请从容平和地看待最后的结果 考得好是你努力地回报 考得不好你可以哭可以痛 但无需绝望 多年后你或许明白 依次考试的得失并不能决定更多的人生 如果你是家长 请给孩子一个拥抱 告诉他你已经尽力了 往后余生 路还很长 重要的是告别高中 走向新的人生阶段 作为旁观者 请你学会用沉默来表达关心 因为你的一句无心的话 可能会给孩子造成无法磨灭的伤 你的一个嘲笑的眼神 都会让本以脆弱的心灵蒙上更重的阴霾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 善行无辙计 真正善良的人懂得在别人的治安时刻 不张扬 不喧哗 很多时候 真正的关心 只要沉默 我出生在偏远的小县城 多年前 高三班主任曾对我说过 我们这里高速不通 姑娘都不愿意嫁进来 想走出去只有读书这一条路 所以 高考对于我们那里的孩子 真的很重要 我记得母亲单位有个小男孩 小时候活泼开朗 人见人爱 可高三那一年 每次见到他 都觉得他脸上没有笑容 心事重重 他父亲多年前 在一次事故中 留下终身残疾 母亲在单位当看门员 妹妹才上小学 家庭的命运 就压在他的高考成绩上 也许是压力真的太大了吧 最后发挥失常 成绩向来不错的他 分数只够专科 大家都很有默契 不说 不问 直到有一天 他来给母亲送饭 单位有个阿姨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你这分数上大学 你妈妈以后又要吃苦了 就这一句话 孩子的心里就崩溃了 孩子留下信后离家出走 他妈妈发疯式地寻找 又发动单位同事一起找 两天后 踩在荒山上 找到了野人一样的孩子 鲁豫偶遇中说 无论是谁都曾经或正在经历各自的 人生至安时刻 那是一条漫长 有黑 阴冷 令人绝望的隧道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别人内心在经历什么 人类的悲欢 往往并不相通 有时候 很无心的一句话 可能在别人心里 就是一把尖刀 足以撕破最后一点尊严和希望 一个嘲笑的眼神 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家庭的负累 是社会的弃儿 从而走向无可挽救的结局 千万不要觉得是对方脆弱 不要觉得怎么一句话都撑不住 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所处的位置也不一样 假之蜜糖 以至皮霜 你以为的关心可能是伤害 你以为的玩笑 可能正好戳中那道 深深的伤口 人生本就不易 倘若没有经历过别人的苦 不了解别人背后生活的真相 那便要懂得管住嘴 不去追问 才是尊重他人的教养 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晚上八点 一个捡破烂的老人 不时像热气腾腾的 米粉店那张望 后劫上下如动 显然是饿了 而店子里 一对妇女坐在门口的位置上 正在吃粉 父亲往外瞥见了老人 于是叫服务员拿来一只大碗 弹出了大半碗米粉 吃着米粉的女儿 养着小脑袋问 爸爸 你不是说自己是大胃王吗 年轻人微微一笑说 爸爸今天胃口不好 参臂 妇女俩离去 那大半碗米粉却流了下来 迟迟没有人来收 老人勾着头进店 落座 拿块端碗 风卷残云般干掉了那碗米粉 然后用手 妈妈嘴巴满意地走了 这期间老板买头算账 时刻低头用餐 服务员静静地收拾碗筷 好像老人 根本没有进来过 有个新来的伙计 抓起几根油条追出去 被老板使眼色拦住了 老板低声说 这样他会很没自尊 以后就不会来了 明早你就坐那个位置 给你煮双倍的米粉 人生其实真的很艰难 谁活着不是一场经济呢 所以看穿了别人的狼狈 一别去拆穿 留下着一点尊严和体面 或许就是他人生命里 唯一的光亮 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 更是一份 推济及人的关怀 尊重和慈悲 若只顾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去戳中他人的伤心处 揭开他人伤疤 那便是冷漠 也是残忍 有一句话说得好 真正的善良 是行善 而不扯起善良的旗帜 是风光积月 暗时不期 是积德不需要人见 善意 狂如清流 人生在世 看透是智慧 不说透是心胸 很多时候 你以为的关心 不过是用自己的思维 去掌量他人的生活 千言万语 吐沫横飞 都比不上事实的沉默 这一份恰到好处的分寸感 才是最大的善良 古人说 吉人寡言语 造人 知词多 意思是 吉祥善良的人 他的言词很少 一个人心浮气躁 内心很烦躁 表现在外面 就是爱说话 古人对哪些应该不语 做了总结 他人是非 不如不言 人云亦云 不如不言 言而不当 不如不言 旧事重提 不如不言 知而不行 不如不言 真正智者 知而不言 越是关键时刻 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底蕴和教养 就像此刻 高考分数出来了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有人得意 有人失落 无论如何 如果不是至亲 尽量不要多问 不要叨扰 结果是好是坏 过段时间 你自然会知道 此时此刻 请收起你的好奇心 让别人安静地面对 人生的起落得失 高考 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缩影 考的是学生的知识 考的是家长的耐心 同样 考亲戚朋友 友人的教养 未经他人知识 切勿轻易评价 生活是出题人 学生是答题人 而你 并不是判卷人 别把你的想法 强加到别人身上 须知 真正的关心 从不需要沉口舌 无论何时 愿你记得 说话是一种本能 闭嘴 是一种修行 沉默 是一种智慧 好了 今晚能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